而我们持续的追踪 海湾新城社区在全市时期 有将近300户的住家 许多人陆路续续搬离之后 现在只剩下了10多户 就有屋主表示 自己当初一口气就买了两户 就是因为这里有绝佳的观海视野 就算大家说这里是废墟 他也不在乎 完全没有想要卖房子打算 没开的话他会生锈 像这样子 你看看锈的那个样 所以我们如果锁起来 我们一定要贴这个东西 让他不注意缩的 像这个我们都有防袖处理 正在门口虽然映入眼帘的是 斑驳外墙和废弃的花圃 但屋主仍然对这栋屋子充满感情 这里是海湾新城 邻近附近渔港和白沙湾海岸 近距离来看 有的住户还没有窗户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钢筋 其实是裸露而且是锈石的状态 屋况其实非常老旧 那根据里长的说法 这几年居民陆续搬出去了 真是住在这里的只剩下十几户 所以它上面就是整个都会漏 这个都漏水啊 你像这个墙壁有没有 你看还有水渍在 这个都刷好了啊 进到屋内墙上地板还有水渍 另一位住户说 自己和其他屋主一样 看上的都是这片 有着欣赏美景的绝佳视野 海边最漂亮 大家都向往海边 所以我就看这个地方房子还好 就买了 因为价钱也不是很贵 不管他们怎么说 我一直想说 别人要卖的话 我一定要买 不管人家怎么讲 我觉得这个海风很漂亮啊 当初一口气买下两户 即使之后海湾新城被判定是围楼 和家人早已经不住在这 但每个月还是会拨时间 来这里走走看看 即使海湾新城面临的问题重重 脱手也不容易 但屋主说不后悔买下 也不在乎外界灌上废墟负贫 对他而言 这是多年来放松身心的小天地 期盼能在这一山半海的社区 重现以往荣景 东三新闻许淑米方方来报道